常写的狂飙演员们的片酬和演员们收入趋势 一张艺大概在2000万 张颂文大概是500万左右 之后应该能到1000万 二狂飙里的配角大概是20万 最多不超过100万 三片酬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暴剧带来的机会 以后市面上有类似角色都会第一个考虑到你 四苍蓝角的主演片酬至少翻一倍 二到三倍也有可能 五爆款剧的热度最多维持两年 六热播剧的主演后续都拿到了不错的角色 大嫂高业也开始接洽一番女主角